人的贪心往往会害死自己 因为贪心这个病会生根发芽 贪一点点就会贪凉点点 很多人没来美国之前 心想我只要买一辆能够走得动的车就可以了 来了之后就慢慢的要开名牌车了 有的人想我有一个公寓住住就可以了 慢慢的天天想住house house住好了之后又想住靠近海边的人 会觉得越来越不够 因为人的贪它会不断的发芽和长大 当年有一个船长 船到了现在的美国 见到了那些印第安人 他说我能不能用我船上的这些珠宝 换你这块土地啊 当时的印第安人 非常惊奇地看着这些珠宝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见 这么闪闪发亮的珠宝 他们说好我们有的是土地 你现在骑着我的马 你走到哪里 哪里的土地就是你的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天黑之前回来 那个人就不停地吹马家边往前跑 骑着马一看 哎呀这块地太好了 可以种高粱 一看那块地太好了 可以种稻子 哎呀这么大的地方都归我了 越走越开心 太阳偏西了 他还不知道 天黑了 他连路都找不到回来 骑着马 不知道赚了多少圈 结果筋疲力尽 摔了个跟头 就再也没有起来 被人发现之后 别人给他挖了一个坑 就地埋了 牧师在这个人做祈祷的时候说 上帝啊 一个人要多少土地呢 其实就是这个坑这么大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的贪心 为了钱 连命都不要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 天天为了钱 不是还在玩命的打工吗 自己拼命的在做呀 所以贪心会害死人的 做什么事情 要学恐闷之道 忠庸之道 不要过偏 够了 就是享受 我行了 我满足了 就是快乐 这就叫放下了 2500年前的当年 佛陀在舍卫国 其树及孤独园的地方 我们伟大的佛陀 为比丘门开示 他说 农夫耕种 有三种需要随时 随着时节来进行的工作 哪三种呢 第一就是耕田 第二就是灌盖 第三就是播种 农夫在灌盖 耕田和播种之后 他们不会希望 我今天刚刚种下去 明天就可以拿到 就看着他的长大 马上让他成熟的 虽然农夫不会这么想 但是种之已然入土 自然会随着时节 因缘长大 成熟并结果 其实学博人 也是有三种需要 随时学习的 叫善学 第一叫善戒学 第二叫善意学 第三叫善会学 其实善戒学就是要持戒 要能够学博的人 要有戒律 第二叫善意学 就是要懂得禅定 什么事情不要着急 碰到什么事情 要心定的下来 脑子要纯洁 才会有自己的智慧长出来 我们中国人讲 要冷静啊 西人就叫要cold down 要cold down啊 第三种叫善会学 就是讲的要开悟 我们要有智慧的人 才能彻悟人生啊 知道这个事情不对了 不能去找了 要马上开悟 但是虽然我们学习了 但是并不是今天和明天 后天就会不起烦恼 马上得解脱的 很多人到庙里去拜佛 什么都不懂 以为我去拜拜佛 菩萨就会给你感应的 实际上当你的心 已经像菩萨一样慈悲的时候 你的心跟菩萨才会有感应 所以善良的人和善良的人 容易同情对方 所以要拜佛的人 首先心要善良 你不要怕菩萨 不会来救你 等待因缘成熟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不生烦恼 心得解脱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